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的生命中 总会遭遇各种的失败 比如婚姻失败 高考失败 甚至事业失败 很多听众打电话问我 为什么 我们的命运是这么不公平 我觉得 还有绝对的不公平 小冲当知心姐姐了 人打出生 就在不同的脊宝点上 挺有意思的 听听挺有意思的 只是我们自己要调整自己 不就是心灵鸡汤吗 有人说我 你说的这些是心灵鸡汤 我可以告诉这些朋友 你们这么想是错的 你们俩怎么这么心有灵犀啊 胡说 我是 谁跟他心有灵犀啊 心灵小葱拌豆腐 咱们都总说小葱拌豆腐 小葱拌豆腐 不是一清二白吗 是吧 小葱拌豆腐 你就是说 咱俩的时候 不太一样 不管是人还是社会 都消化不良 我这小葱拌豆腐多好啊 简简单单的 经济实惠 是吧 其实啊 咱们人生 一生下来啊 就像块豆腐 白白嫩嫩的 完美无瑕 人生旅途呢 这像牌儿菜啊 想怎么做 你自己选择 是红烧呢 还是清炖呢 是自己吃呢 还是做冻豆腐呢 你自己做决定 口味重了呢 咱们就红烧 当然这是非主流 大部分的人跟我一样 喜欢清淡一点 所以呢 小葱拌豆腐 是最好的选择了 歪比邪说 辰辰 爸爸当初 只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 你妈妈她自己 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难道 她跟咱们一起生活不幸福吗 她连我都不要了 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我也是过了很久 才调整过来 可是我 还是没考虑到你的心情 我以为这么做 都是为你好 可是我现在才知道 其实还是伤害了你 辰辰 我知道这或许对你很难 可是爸爸还是希望 你能跟阿姨和平相处 我跟你妈妈离婚 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她对你对我真的没话说 所以就算你不满 也不应该冲了她去 你爱她吗 你知道什么叫爱吗 我只是想知道 你跟她结婚 是因为爱情还是别的 如果你不爱她 但和她结婚了 你们的婚姻也不会长久的 好了 不早了 休息吧啊 好 怎么还不睡啊 我睡得了吗 没看见这三峡大坝挡着呢 谁挡着你了 我挡你干吗呀 你要想上床支一声啊 气呵呵的干吗呀这是 是 行了 别吵了 这大晚上了 越吵越精神 有些人哪 就是假装高贵 让她求个人哪 比要她命还难哪 那么高贵干吗呀 不也得睡一个床吗 有些人呢就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想 一点功德都没有 都在一个床上睡觉 就不能为别人考虑考虑 我替你考虑 你也替你考虑 那谁替我考虑啊 妈 你别吵了 这夜里都睡着了 你再把她吵醒了 妈 我用了 我去哪里 我先去哪里 我先去哪里 他们坐在那里 我先去哪里 我先去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人生就像块豆腐 很脆弱 一碰就碎了 所以呢 我这些人啊 就想尽办法去保护他 别把他碰碎了 甚至想装个壳给他 但是非常的不行 这块豆腐 总是遇到这个那个的不幸 最后还是碎了 依我看哪 干脆咱们就别戒备了 把壳给摘了 说不定啊 你会得到一盘 一清二白的小葱拌豆腐 你们同意吗 行了 该说我都说了 听音乐吧 你还在听小葱拌豆腐啊 有兴趣跟你吃摊聊聊的 清淡 那你听吧 我先去睡了啊 我先去睡了啊 干吗去啊 我跟华为圣诞约好了 拒拒 我刚给你买的项链 都没戴上啊 我大白天的戴项链 不怕被打劫啊 想不想听音乐会啊 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 闲情雅致了 不是 意大利中国商会的理事 全部出席 我当然得去了 晚上八点 中心大剧院 行 别忘了 把那条项链给戴上 鲜白 我走了 包括你 我都讲鲜白 走了 好 晓晓 吃早饭了 住室了 随便吃了 不是已经放假了吗 怎么还去学校呢 这孩子 小婉 我想了一夜 你说得对 我应该跟你说清楚 您请来一下 行 好了 麻烦您跟那儿牵个刀 好嘞 麻烦您帮我搬进去一下吧 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就只管充满店 不是 你就帮帮忙吧 这么霸箱子 这么霸箱子 那你那你让我怎么搬进去啊 对不对 你们说好门对门的 你就当帮帮忙好吗小伙子 这也真不好意思 不是 这也真管不了 那 这 你等一下 我们都女人搬不动 对了啊 早说了 不是 给钱就好使啊 我跟你说 你这样不行 有了这个先例 回头送货上门 不给钱 不进门了 你说你讲那么多理有用吗 你有这功夫 还不如去卖几件衣服呢 哎呀 什么歪意啊 懒得跟你说 你昨日到哪儿去了 哪儿都找不着你 我昨日跟我朋友出去玩去了 男朋友女朋友啊 你说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真是的 我老公都没有查我 你查我了 谁查你呢 哎 哎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 你得考虑考虑自搞的事吧 我自个儿有什么事可考虑的 你不能一阵一个人过吧 不是我一个人怎么了 谁说我一个人就不能过了 我妈都不管我 你省省心吧啊 没事我走了 啊 谢谢了啊 你看 这明摆的一例子在这儿 你说你一个人过 谁给你搬东西啊 那我也不能因为搬东西 把自个儿给卖了吧 哎 那 行行行 我不跟你争了 好吧 反正我跟你说 你别老想让你自个儿 你得考虑考虑高兴 你不能把他给害了吧 我是他亲妈 我怎么会害他呢 嘿 你还不信了我跟你说 现在连幼儿园都要引进男老师了 更何况高兴一小男孩 你说这生活中 要是没男人的话 这长大敢不要 还不变成一娘娘腔呀 你你别危言耸听啊 我们家高兴一帮哥们呢 哪能啊 嘿 你爱信不信 哎 哎 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你开车小心点啊 喂 找我有事吗 你这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 你怎么了 我没空 什么叫没空啊 就回个电话时间都没有啊 我真没空 你找我有什么事 哦 那个 你该锻炼了 哦 我这两天 可能时间不行吧 我有事 随便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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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否家債 对不起 结婚的时候 我没有跟你说实话 哪有事 求抵脸 女人 每个人都有不愿意提的事 但是这件事 我以为你不会在意 因为你已经有晨晨了 这跟晨晨有什么关系啊 你别把她扯进去 你先别急嘛 你听我慢慢地说 行 你说我听着 结婚的时候 你只知道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但是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离婚 也不知道你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对 我也没跟你说那个孩子事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隐瞒 我跟你结婚就打算 接受你全部的过去 你为什么就不能以诚相待呢 你不是也没有告诉我 你跟晨晨他妈 到底为什么离婚吗 我们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以为你现在比较能理解了 好 你接着说 我不打断你了 没错 蒋真英是我的前夫 那个孩子 也是他的女儿 但是不是我生的 他背着你跟别人生的 没有 他没有背着我 你是说 你知道他对你不忠 我知道 他没有对我不忠 他和那个女人生孩子 是经过我同意的 不是 为什么你要同意啊 如果你不能达到别人的要求 你是不是得同意人家 通过别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呢 你是说 你不能生孩子 原来是这样 我给你打开 我给你打开 你说我妈和你妈怎么就这么不兼容呢 学新词了 你想想办法 长此以往这不是个事 你这让我夹在中间多难受 你是你妈的儿子 也是我妈的半个子 这事 老公 全靠你了 你去 我如果他俩在一起 我真害怕 你是调和油车上只有你能办成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快点 不是 我给你 我记得行了 你行 你可以 你快点 妈 吃个西瓜吧 好嘞 谢谢啊 不客气 妈 吃个西瓜吧 这个 你别叫我妈 反正 你已经有别的妈了 妈 你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们两个人 谁不高兴 儿子心里都难受 什么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你是谁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你跟我说手心手背 我看你真是分不出里外来了 这 哎 俊俊 你什么意思呀 你是说我不配是吧 这孩子不过是活活稀泥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你要是不高兴也得给孩子个面吧 这么大岁数了白活了 一点都不懂事理 谁不懂事理啊 谁跟你你好我好大家好啊 你们爱好不好 别把我拉上 吊架 强人 你给妈这块西瓜可真甜嘛 你干嘛呢 没干嘛 来 喝点水 作业写完了吗 来 喝点水 作业写完了吗 早写完了 没事都快会输啊 别只顾着玩 水给你搁这儿了啊 哦 喂 儿子 嘘 我妈刚进来查完岗 老爸的新章节你听了吗 正听呢 喜欢吗 还行吧 我跟你说啊 这个是最后的小样 这周就进场了 下个星期五 老爸要开发片会 到时候你必须来啊 下个星期五 不行我得去上年宫 高兴啊 你 我说你鬼鬼祟祟的 你干嘛呢 啊 没干什么 妈 我是大男人生了 以后啊 您进我屋里敲门 我是你老妈 我进你屋用敲门嘛 妈 咱俩男女有别 我进您我 我还得敲门呢 行行行 妈错了还不行吗 下次敲门啊 哎 我留着你干嘛来着 哎呀 敲不着脑子 看书啊 哦 臭小子 跟老妈说男女有别 你不能只为自己考虑 你也得考虑考虑高兴吧 你不能把她给害了吧 喂 爸 哎 我觉得我妈最近老是记性不好 你说是不是老了呀 怎么着 你妈走了 哎 下个星期五你请个假吧 要不要老爸帮你请啊 哎呀 老高 你怎么在这儿啊 都在等着你呢 哎 马上啊 哎 儿子 我得挂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 别跟你妈说啊 行 拜拜 来 又给你儿子打电话了吧 对 我想让他来我的发片会 什么 不行 不可能 我不同意 为什么呀 我就是不同意不为什么 他是我儿子 那你要想跟我过 那就得接受他 我就是只接受你不接受他了 你怎么着吧 咱 咱先不说这事儿 哎 发布会的事儿谈得怎么样了 都弄好了 都弄好了 跟我过去吧 让他们跟你交代一下流程 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绝不想再提 我没有告诉你 真的是因为你已经有了晨晨呀 可 可是我有权知道啊 有这个必要吗 你真的愿意我再受一次伤害啊 因为我不能生孩子 长成英的父母 又非常想要孙子 我在他们家 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年 直到有一天 他们把那个女孩给带回来了 可能你不会明白 就是因为我不能生孩子 我在他们那个家 他们家的每一个人 包括他们家的保姆 都可以对我冷嘲热讽 在我没有生出孩子之前 我不能在家劈改作业 也不能出去散步 不能看电视 甚至也不能吃辛辣的东西 我简直就像一个犯人一样 被看管起来了 你说那时候 他们带了那个女孩回来 我怎么会反对呢 那对我来说是解脱呀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我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都过去了 你放心 你跟我说的这件事情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永远不会那么对你的 我知道 所以我才不想告诉你原来的事情 你这要去哪儿了 我加班 我 我没听说你加班啊 老板刚打电话的 走了啊 小朋友 我们这里有玩具赠送 有哈喽卡丁和变形金刚 请问你要哪一个 要什么 我要哈喽卡丁 哈喽卡丁啊 好 不客气 你看你这孩子 这都是女孩子玩的 你要她干吗呀 妈 你看她好看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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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吃饭吧 来 我擦手 干嘛呢 行 行了 擦完了吗 来 给我 赶快 吃吧 爸 śliçe 妈 你怎么 吃吧 吃吧 你不能一直一个人过吧 你得考虑考虑高兴 你不能把他给害了吧 你说这生活中 要是没男人的话 这长大敢不要 还不变成一娘娘腔呀 不行 吃吃吃 赶快吃吃 红杏没在家呀 不是跟盛南他们玩去了吗 怎么 盛南没跟红杏在一块啊 那也可能还没碰上吧 我出门的时候 盛南还没出门呢 是吗 有份文件很急 你帮我送一下 在客厅等一下 我去拿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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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就是想你了 都老夫老妻了还想我呀 都这么大岁数了 真是的 怎么着 还有年龄限制啊 你现在在哪儿啊 逛街呢 没跟盛丹话没他们在一块儿啊 我约了他们下午一起喝茶 这会儿没在一块儿呢 那好 别忘了 给自己买点好东西 你的那几个朋友 也给他们买点小礼物什么的 联络感情吧 别教我了 我这几个朋友啊 是不用东西贿赂就挺好的 真是的 你看事儿 梦哲 憲人 嗨 地址呢 在里边 拜托了 放心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跟我说 要去加班吗 这不从这儿 到那车站不是进吗 胡说 这哪儿进啊 你跟我说 到这儿来干吗来了 你看你这人 我能干什么呀 我不上班去吗 对不起 时间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 回来了 我要的料酒买了吗 买回来了 妈 你要了洗衣粉 我也给你买回来了啊 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过 红杏不太规矩 什么意思 我就顺口这么一说 你问这儿干吗呀 我刚才看见强人啊 送红杏家出来 还跟我撒谎 说他要朝小路去坐车 近乎说 我明明看见他 从红杏家出来的嘛 不对 我觉得这里那有问题 盛南 没有什么问题 别瞎想 我得去问问红杏去 妈 我先走啊 我来闹着 我先走啊 二次 我先走啊 我先走啊 好 喂 盛南呀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有点事了没 我跟范梅正好约好了 那 那一会儿还是老地方见吧 好 喂 范梅啊 你找天婉啊 她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她没事吧 我知道了 行行行 那回头我去看她啊 喂 再见啊 是谁找我呀 是范梅 没什么事 来 喝点奶茶 今天累了吧 小婉 我一直愿你 对我不够坦诚 可是我刚才想了一想啊 这大概都是我不对 因为 我没有给你安全感 没有让你觉得可以依靠 所以你很多心里话都不愿意跟我说 这不怪你 小婉 既然已经把你最不愿意说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就不用担心别的 有什么你想知道的 就尽管问我 我一定有问必答 务必让你安心 以后 以后我们再说吧 嗯 怎么了 你这什么表情啊 还有话就说嘛 还有话就说嘛 怎么了 是不是缺钱呀 我这儿有 什么叫缺钱呢 你脑子里就有钱 合着啊 我们都跟穷光大的似的 来 你不知道呀 我穷得就剩钱了 说正经的 怎么了 就是 就 就是之前你跟我说那事啊 什 什么事啊 找人的事是吧 我天你终于想明白了 哎呦 你这是冲心蒙动了 你早怎么不说呢 你说 谁我去给你表白 就知道你嘴里没好话了 早上不跟你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啊 哎你干嘛呀别生气嘛 这么大的事能算了吗 啊 这是哪儿来的催债的短信呢 看了这小脸就沉下来了 什么呀 哎呀就你小屁孩成天缠着我特烦 哎 要不我叫你认识 不是 小伙挺好的 体愿的 又年轻又帅 真的我叫你认识 你靠不靠谱啊 我可不想老牛吃嫩草 道上你 说清楚 跟这小孩有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有什么暧昧关系啊 什么暧昧呀 我现在十惊不昧还暧昧呢 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看吧缺少滋润 看我心想全认你 对不对啊 哎 越说越不靠谱了啊 不许胡说 空中了 嗯 行 行 来来来你坐 来来你坐我这儿 盛楠 有话好好说哈 你跟我们家强人 在玩什么猫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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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好 好 好